今天我們一行27人一起去 Peak District 行山 Rural 開車過來大約兩個小時 聊天其實很快過 車免費停泊在山邊的路 這樣就最近起點 就是跨過這個圍欄開始行上山 沿路的風景一直都是這麼漂亮 整條路線都是BB級入門家庭樂版 長者、初哥、小朋友都合行 最難都只是最後那20分鐘忙 雖然這條山沒有像香港那樣綁著絲帶在樹上 但是熱門路線很多人走 再跟著崖邊走就不會有錯 走了15分鐘左右 第一個打卡點就是這個 跳板石 然後再走多5分鐘 就會來到Bandford Edge 開始見到水塘的蹤影 先打卡 途中還有見到綿羊在山坡到處走 過完一幅石牆之後就轉了 開始爆林落水塘 經過樹林都很有拍電影的感覺 樹櫃那麼高大 但不用怕 這裡有一點白色墊咀可以跟著走 輕輕鬆鬆落完斜 就來到水塘了 Lady Bower Receiver 這裡十足十香港的大潭水塘 它右邊排水口以防太多水會氾濫 回頭看回頭就會見到起點 看起來好像走了很遠路 再繼續慢慢跟著動物銅像去走 逛逛逛還可以Shopping 可以光顧村民買酒地雞雞蛋 或者可以去親親牛牛 雖然被我嚇走了 經過大草原之後 就會來到最後打卡位 一個很漂亮的亡坊 Bemford Mill 到這裡為止 其實整段山路都是二餘反掌 大家可以喝多幾口水 準備最後的亡命斜 傾斜度大約有40度 雖然痛苦但短20分鐘左右可以KO 回程經過九曲十三彎的蛇灣到萬城 車程大約40分鐘左右 去了萬城家那裡吃點心和中菜 水準不錯 喜出望外 這條五星級路線又漂亮又容易 又多打卡位 你們都趁好天快點去啦 我們好幾乎 fare отвеч 我們好幾乎 可以見到 Azer 去相關